有同伴倒下的地方就会有我的存在 大家好,我是小秋 本局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史上最快招鬼的一期 我多快 游戏开始我刚找到机子羊肉刚开始修 接着鬼就在身边了 我只能对网易说两个字 呵呵 想锻炼我的溜鬼技术也不用每局都招吧 由于小黑直接贴脸飞到我身边没办法 第一个窗我不能随便翻 不然很容易就震慑 直接扛刀后翻窗 发现小黑居然带的是风窗 很好 要知道 无敌房对于勘探员而言 简直就是天堂 尤其是针对那些没有技能的屠夫 完全可以直接溜塔 我抬机子 小黑你这不惨了 那么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 其实我一直以为他是在追我的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带眼了 结果禁房子的瞬间 当头一棍直接倒闭 这连打得也太快了吧 上椅之后空军交枪把我救了下来 我知道小黑这时候肯定会继续追我的 为了爆炸空军的救命之恩 我这次肯定要溜塔个五分钟 我去 幸好在他放技能之前扔了个磁石 突然又要倒地了 继续溜 结果我又证明了一次 电子禁忌真的不需要撕利 压的没办法又要上椅子了 完全没有发现他用技能好够 就这样突然出现在我后面 虽然我也是一个小黑玩家 可我真的没想到啊 好吧 接着医生来救我了 我这次一定要再溜塔个一分钟 哟 无敌房 我来了 再次成功的进入到了无敌房 小黑你惨了 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 先来一个磁石 然后翻窗 接着眩晕 说我本来想翻窗的 发现这货又想用第二次倒地那招 你以为我会这么容易上当吗 我呸 我回手溜 再扔一个磁石 拉开距离 意外的是并没有把它晕现 就在我翻窗的那一刻 要把他用他那家常版的雨晒 棒把我给打在了地上 好吧 我本局的表演已经结束了 丢啦 拜拜